东方白石 葵孝天如此信任你 你竟然言而无信 我管不了那么多 玉佛拿来 用你的命来换 堂堂一代宗师东方白石 竟然突师偷袭重伤了袁孝天 并与西门若水展开了巅峰对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两个时辰前 东方玉盗取玉佛交给东方白石 却被西门若水及时发现 又将玉佛给抢了回来 东方玉向西门若水求情 表示东方白石答应过他 只要用玉佛治好了玉水寒 就会带着玉水寒远走高飞 绝不会放任玉水寒危害武林 不错 只要玉水寒能够得救 我立刻带他远走高飞 不行 玉水寒惊话狡诈 只要有一丝机会东山再起 架上屁魔剑再守 只怕到时连你也控制不住他 我好话说尽 可你眼下情报看起来 我不想动手也只好动手了 东方白石眼剑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东方玉也准备出手帮助东方白石 西门弱水知道以一敌二绝无胜算 放言就算是毁了玉佛 也不会让玉佛落入恶人之手为虎作伤 东方白石剑状大惊失色 只好顾忌重施向西门弱水下跪 恳求西门弱水给他一个机会 他一定会将玉水寒倒回正土 云飞和袁孝天三人到来 见东方白石做到了这个地步 纷纷出言替东方白石求情 让西门弱水把玉佛交给东方白石 西门弱水则是心存顾虑 担心易水寒又会用屁魔剑为霍武林 东方白石和袁孝天四人达成约定 要用屁魔剑和剑谱交换玉佛 哪知一行人还未返回破庙 无法无天这个两面三刀的反骨仔 竟然动起了弯心思 他见易水寒半死不活 来了一招痛打落水狗 打算抢走屁魔剑和剑谱 炼成夺魂三世后称霸天下 谁知无法无天也真够废物 一时之间奈何不了重伤垂死的易水寒 让易水寒拿着屁魔剑逃出了破庙 可惜易水寒的伤势实在太重 还是逃不了虎落平阳被犬欺 让无法无天抢走了屁魔剑和剑谱 无法无天得到屁魔剑和剑谱后 本想杀了易水寒斩草出根 却又听见易水寒在呼唤东方白石 由于忌惮东方白石 无法无天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等炼成夺魂三世后再做打算 一展查时间后 东方白石带着袁孝天四人到来 发现了草丛中的易水寒 连忙询问发生了何事 当东方白石得知无法无天反水 拿走了屁魔剑和剑谱后 顿时心中一惊大呼不妙 为了得到玉佛就致意水寒 东方白石表面上不动声色 假装屁魔剑还在破庙之中 带着袁孝天四人进入了破庙 屁魔剑就在那佛像下面 我现在就将它取出来 孝天 你过来 帮我把这佛像抬起来 袁孝天没有怀疑东方白石 准备配合东方白石抬起佛像 谁知东方白石趁机发难 一掌将袁孝天打成了重伤 西门若水健壮 痛斥东方白石卑鄙无耻 竟然暗算对他如此信任的袁孝天 西门若水与东方白石展开大战 大圆满的西雷玄弓对上了玄弓合体 两人交手十几招 终究是东方白石更胜一筹 抢走了西门若水身上的玉佛 随后东方白石将木柱击倒 当作武器攻向了西门若水 趁着西门若水分身伐术 东方白石连忙离开破庙 带着一水寒桃之夭夭 然而东方白石不知道的是 他这一掌害苦了袁孝天 西门若水经过一番查看 直接下了病危通知书 他的七经八脉大受震荡 五脏六腑也有破裂之位 能不能停过这一段 就要看他自己的耐力了